这个可爱的小男孩即将被销毁 他可能被当成燃烧弹发射出去 然后只留下一张微笑的脸 看起来诡异又凄惨 也可能被机器碎尸万段 看成上千块 供周围的观众取乐 或者被浓硫酸腐蚀而亡 小男孩名叫大卫 他是一个智能仿真机器人 因为一些误会惨被羊母抛弃 即将面临死亡的命运 看着同伴们集二连三的死去 大卫害怕极了 现在是未来世界 受温室效应的影响 地球有了很严重的环境问题 一名科学家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 研发出许多智能机器人 用来应对各种问题 另一边 女主莫妮卡的儿子马丁 因为病重被存放在医院的冷冻舱里 医生说 目前还没有能治疗这种病的药物 马丁最多只有五年的寿命 丈夫亨利害怕妻子会从此一蹶不振 于是便买回来一个仿真孩子机器人 他叫大卫 亨利希望他能让妻子振作起来 但是莫妮卡接受不了这件事 亨利说如果他们不收养大卫的话 他就会被送去销毁 莫妮卡有些于心不忍 他没有赶走大卫 也不肯与其亲近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大卫一直对莫妮卡笑脸相迎 还会模仿他的行为 终于有一天 莫妮卡被大卫逗笑了 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开始变好 莫妮卡接受了大卫 并签订好协议书 从此刻开始 大卫的硬盘中最刻骨铭心的设定 就是热爱莫妮卡和亨利 当他满眼爱意地喊出妈妈时 莫妮卡的心被彻底暖化 他越来越喜欢大卫 还把马丁的智能玩具熊泰迪 拿出来给大卫 原本一切都正常 突然有一天 莫妮卡得知 马丁的病被治好了 他迫不及待地将儿子接回家 并介绍给大卫认识 大卫看着眼前这个男孩 心中充满疑惑 他听到莫妮卡对马丁关怀至极 而马丁则十分排斥大卫 认为他分走了父母对自己的宠爱 马丁的出现 让大卫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他被迫打地铺睡觉 莫妮卡经常给他们讲蓝仙女的故事 故事中的蓝仙女 把小木偶变成了真的小男孩 大卫听得很如迷 他渴望见到蓝仙女 这样自己也能变成人类 一直陪在莫妮卡身边 大卫的存在一直让马丁深感不满 餐桌上 他故意大口吃着蔬菜 以此来挑衅大卫 大卫情急之下 也开始吃蔬菜 最终导致体内的部分零件受损 莫妮卡和亨利急忙送他去维修 看着大卫被开膛破肚的样子 莫妮卡心里焦急万分 他拉住大卫的手 不停地进行安抚 似乎真的将这个机器小孩 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这一举动让马丁心里的醋意彻底爆发 晚上回到家 他故意煽动大卫去捡莫妮卡的头发 说带着妈妈的头发睡觉 就会成为最宠爱的孩子 天真的大卫对此心以为真 结果他不小心划伤莫妮卡的眼睛 这件事让亨利感到后怕 他担心大卫会失控伤害人类 心中萌生出将其销毁的念头 可是莫妮卡死活不同意 他觉得两个孩子之间争风吃醋是正常的 没必要这样做 次日莫妮卡为马丁举办生日派对 中途一直有熊孩子欺负大卫 他因为害怕跑去紧紧抱住马丁 结果不慎掉进泳泳池里 周围人赶忙跳下去将马丁救上来 大卫则被留在冰冷的泳池里 经此一事 莫妮卡也开始改变想法 他害怕大卫会伤害马丁 于是便想将其送走 莫妮卡单独找到大卫 说自己明天会抽出一天的时间单独陪他 大卫听完开心不已 他没有太多复杂的想法 一心一意只想陪伴莫妮卡 尽管莫妮卡知道大卫没有恶意 可是为了自己的家庭 他必须这么做 次日他们开车来到郊外 看着大卫天真的笑脸 莫妮卡实在狠不下心来 他把大卫带到一个树林里 说明这次出行的真实目的 大卫无助的请求他不要抛弃自己 莫妮卡对此只能不停的哭泣 叮嘱大卫一定要远离人类 这样才不会被销毁 说完便甩开他的小手 独自驾车离去 看着莫妮卡决绝的样子 大卫心中充满失落 作为机器人的他也流下了眼泪 还好今天临出发前 大卫带上了泰迪 这才不至于太过孤单 事到如今 他依然把莫妮卡当成母亲 甚至为自己是机器人的身份感到抱歉 大卫想去寻找传说中的蓝仙女 他渴望回到莫妮卡的身边 突然一辆垃圾车来到这里 扔下一堆废旧的机器人零件 不一会儿 周围跑来许多机器人 从其中寻找有用的零件 为自己替换 大卫站在一旁 有些不知所措 这时 远处是来一艘月亮形状的飞船 里面的人是抓捕 无职照机器人的警官 周围的机器人瞬间一哄而散 开始逃跑 大卫也莫名其妙地加入其中 只可惜 没人能逃脱这群人的追捕 好消息是 泰迪在运输过程中意外掉了出来 他跟着月亮飞船来到机器人销毁厂 这里有很多观众 他们都想看到机器人被残忍销毁的样子 泰迪本想去救大卫 没想到却被一个小女孩遣到 刚好大卫就在一旁的笼子里 小女孩以为他是人类 于是立马叫来父亲杰克 杰克在一番检查后发现 大卫是一个机器小孩 他很好奇 因为大卫是第一批机器小孩 杰克决定把他留下 可是其他人却不同意 大卫最终还是被送到了销毁厂的台上 他不停地大声求救 成功引起部分观众的同行 机器人从来不会求救 人们对大卫充满好奇 纷纷要求释放他 杰克趁乱将大卫放走 大卫又顺手牵住了一旁的机器庭人乔治 他们带着泰迪逃离了销毁厂 大卫请求乔治帮自己寻找蓝仙女 在听完他的故事后 乔治当场答应下来 他带着大卫来到红灯区 并找到这里的虚拟博士万世通 询问他蓝仙女在哪里 万世通表示 童话故事中的蓝仙女住在世界的尽头 乔治说世界的尽头叫曼哈顿 凡是到达那里的机器人 全都没有再出来过 他不建议大卫过去 如果被人类抓住的话 肯定是死路一条 现在人工智能这么泛滥 不少人类都开始厌恶机器人 乔治觉得摩妮卡说不定也在厌恶大卫 大卫听完毫不犹豫地反驳到 他会讲故事哄自己睡觉 在餐桌上摆好四份餐具 还会轻轻抚摸自己的头 在大卫的认知里 莫妮卡一直是一个慈爱温柔的母亲 即便她被最爱的母亲抛弃了 也依旧觉得错在自己身上 乔治无情地说 莫妮卡会爱大卫 只是因为他暂时代替过马丁 现在马丁重新回来 大卫对莫妮卡来说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所以才会被抛弃 乔治想让他留下来 但是大卫死活不同意 没过多久 一群警察来到这里将乔治抓走 大卫健壮迅速跑到一架直升机里 撞翻警车救出他 事到如今 乔治只能跟大卫一起出发 他们乘坐直升机来到曼哈顿 这里几乎已经被大水淹没 大卫满心欢喜地来到一栋大厦内 可惜他并没有见到心心念念的蓝仙女 而是在书房里找到一个 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小男孩 大卫误以为他是来跟自己抢夺莫妮卡的 情敌之下 抡起一旁的台灯 将这个机器人砸得稀巴烂 这时教授哈比来到这里 他是创造大卫的人 大卫想让哈比带自己去找蓝仙女 但是哈比心里只有自己的实验 大卫是唯一一个有自主意识 并且在无人教导的情况下 拥有人类情感的机器人 这是一项重大发现 哈比很激动 蓝仙女对大卫来说就像是一个信念 在他之前 没有任何机器人会去追寻内心的信念 而哈比创造他的原因很简单 一段时间前 哈比的儿子去世了 他的心中悲痛万分 于是便研究出智能孩童机器人 为其植入超先进的芯片 并以自己儿子的名字来命名 哈比的实验室里全都是大卫机器人 看到这一切的大卫心中愈发迷茫 他从高楼一跃而下 坠近深不见底的水中 冰冷的水底就像大卫此刻的那些一样 看不到阳光与希望 有的只是无尽的绝望 大卫感到失落 因为他无法回到莫妮卡的身边 突然前方出现一片强光 紧跟着大卫就被乔治救上岸 他十分坚定地说 自己刚刚看到了蓝仙女 没等乔治带着大卫返回水中 警方便驾驶直升机赶到这里 乔治为保护大卫 不幸被抓走 大卫则再次来到水底 这次他见到了心心念念的蓝仙女 可怜的大卫并不知道 这只是一座废弃游乐场里的雕像 不停地请求蓝仙女 把自己变成人类 他一遍遍地祈祷着 这个孩子的期待 无人能听见 无人能看见 时间转眼过去两千年 此时的曼哈顿早已结满疾兵 大卫因为被冰封在水下 所以外形没有受到损害 这天 一群来自未来的机器人将他重新唤醒 对面的蓝仙女雕像 依旧待在远地 大卫上前伸出双手 似乎是想祈求他 可是才刚一触碰 雕像就碎得稀巴烂 这时大卫才看到旁边的机器人 他们读取了他的记忆 并被这个男孩心中的执念所打动 机器人给大卫创造出一个美好的梦境 梦里的他终于见到了蓝仙女 蓝仙女说 现在是两千年以后的世界 如果一个人的尸体保存完整的话 可以利用穿越技术被带过来 并没有找到莫妮卡的实体 不过大卫身上有一束莫妮卡的头发 他哭着请求蓝仙女 再让自己见见妈妈 这一切都被机器人们看在眼里 他们用这样温柔的方式 满足了大卫的请求 机器人单独找到他 说现在有一项技术 可以制造出复制人 只是这个研究还在实验中 做出来的复制人只能存活一天 尽管如此 大卫还是想试试 他恳求机器人帮帮自己 最后善良的机器人答应下来 大卫如愿以偿地 见到了思念已久的母亲 莫妮卡依旧温柔地笑着 跟大卫记忆中的模样 慢慢重叠起来 这一天只有他们两个人 大卫通过画画的方式 向莫妮卡讲述自己的经历 慢慢地天色暗下去 该说分开了 莫妮卡轻轻抱住泪流满面的大卫 然后陷入沉睡 大卫看着睡梦中的母亲 安静地躺在她身边 对她来说 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情了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篇片名《人工智能》 是一部科幻温情电影 电影的最后 为我们展现出一个美好的结局 片中的机器人看起来 似乎比人类更有人情味 除此之外 影片的剧情也非常有感染力 是一部老少皆宜的电影 推荐大家去观看原片 我们下期再见